這個房間是第一個房間 建了一個小小的露台 這個房間有一個特點 就是有一個雙面錐缸的窗戶 這邊有一個錐缸窗 這邊還有一個窗戶 要英俊很多 這邊可以看到整個河境 還有一個小區 這邊也比較遠 這個廚房 我一天看到就是 一個字 大 這裡應該是 除了別墅區的廚房 三四個人煮菜也沒問題 這個應該跟別墅的廚房差不多這麼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阿San 我們今天來到 衛養新河 單地 新河單地這個廚房 沒錯 我們現在在這個 新河單地廚房的公園 這裡這一塊就是 一個公園 這個廚房 前面是他們的別墅區 這個廚房是 新河發展商開發的 新河就是 在深圳 比較知名的 一個房地產的 一個發展商 包括在 深圳 福田那邊的 新河 Coco Park 都有做的 包括衛州這邊 衛陽 大華灣 和衛東衛城 都有它的項目 我們現在的這個項目 就是在衛陽 一個 新河單地 這個項目 就是比較出名的 在衛陽這塊 因為這個地方 是蓋住 衛州的 衛陽站 就是之前的 衛州南站 現在改名 改了 叫衛陽站 我們要過到 這個項目 有三種交通方式 第一個 你們坐高鐵 你在 西角龍那邊 坐到那個 直達到 衛陽站的高鐵 但是 那個斑翅就比較少 大約是 下午 11點到 三點鐘 才有 山湯的斑翅 你如果要坐 下午就坐 如果你想 不斑翅 你也可以直接到 深圳北去坐 會方便 斑翅會更多 如果你從 西角龍過到 衛陽站的話 大概就是 一小時左右 票價差不多是 100元上下 我們這個項目 來衛陽站 就是1.5公里左右 你坐 車的話 大概10分鐘 再到這個項目 另一種方式 你就可以 坐地鐵 你從 羅湖 福田 或者是 連同好安那邊 過座關 你去截至 在深圳 轉地鐵 到 14號線 沙庭地鐵口 那裡 沙庭站 來我們這裡 差不多是 9.8公里左右 你可以搭 我們這裡 這裡有個直通車 就是接駁巴士 去直達沙庭地鐵口 這個就是 一個沙庭地鐵口 到這裡的 線路的一個圖子 你去看一看 就直達了 另一種方式 就是自己開車 自己開車 你過了關口 走那個 那個沿海高速 過來的話 大概是 一個小時左右 就去到這個 新河等地 這個項目了 我們今天呢 會看的呢 是這裡 的業主 100年左右 買的 兩個單位 他們那時候 買回來那時候 是 無批膠樓的 沒有裝修的 他們自己裝了之後 做了一段時間 現在是拿出來買的了 一個是78個職的三房 帶上裝修 然後呢 沒有裝修 另外一個是 109個方式的四房 兩個廁所 帶上部分的傢修 有些部分的傢修 然後呢 我們現在 看看兩個單位 OK 我們現在來到 這個新河單梯十九樓 這個單位 這個三房的門口 就在這裡了 我們看到這間隔壁 有一個房間的 這裡是兩間隔壁 我們現在進門呢 看到是 這個業主呢 那時候做的 高樓那時候 都是用這個指紋密碼鎖的 已經弄好了 OK 先看看 好 我們進門來這裡呢 一日來就看到 第一個房間的門口 就是在這裡了 我們進來這裡呢 這個房間是 第一個房間 可以看到有一個小小的露台 有一個小小的露台 有一個小小的露台 包括這個房間呢 現在是沒有擺東西的 如果你想擺 到這個位置呢 可以放一個 Main 5的牆 放到這裡 差不多到這裡 這個位置 放得久 沒問題的 然後這個位置呢 你可以放一個 做過的那個惡鬼在這裡 這個鬼 然後這個房間 他已經裝了那個 冷氣機了 隔離的 我就出來了 這裡就是露台 這裡了 這個露台來說的話 其實 看鏡也看不到什麼 然後呢 因為 是 在旁邊嘛 就可能 然後 上面會差一點點 如果說呢 我建議呢 如果你買這個單位 可以做這個封窗的 這裡封了窗的話呢 這個房間的 面積呢 就會大 大些了 你可以做那些 床頭櫃啊 或者是那些露台 都可以放得下的了 可以封到這裡 封了窗 沒錯 沒錯 我們再去看看 廚房 廚房這邊 這個廚房呢 我們一天來呢 就看到這個是 Elro城的一個廚房 這邊包括 水碗盆 然後 煙氣罩 還有 抽煙鏡機 這個抽煙鏡機 是萬格六六的 還有 它做完這個熱水系 都是一樣的 萬格六 全部都是一個牌子 然後呢 這個廚房這裡 是有一個窗的 是通過第一個房間的 那個 露台 現在的 然後這些櫃都做了 就是 應該這些都是發電商 那時候做的 噢 這個不是發電商 那時候是無批交流 這個是自己做的 是啊 是呀 這是自己裝修的 是啊 那之前是無批交流 是 之前是無批交流的 全部都整好 然後呢 這個位置呢 是有一個 預留了一個 放雪櫃的位置 買個雪櫃放在這裡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來說呢 這個廚房呢 嗯 採光上面呢 就差了一點點 嗯 然後這個位置出來呢 就看到這一塊 可以放一個 餐桌 你可以放一個 餐桌在這裡 基本上呢 坐在 五個人 六個人都可以坐得來的 這個位置 我們看看 廁所先 我們進來這裡呢 這個廁所我們看到 是 比 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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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說 嗯 這個位置呢 是沒有做過乾室分離的 你自己如果要做的話 都可以做到這裡 你隔開來的 然後呢 洗澡的位置 都算好 下面也有一個窗 有一個採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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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這樣拉上去的 好 沒錯 有一個採光窗的 嗯 和露台的方向是一樣的 包括這裡做廁所 這個 洗澡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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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好多 啊 這裡這一塊是 過渡房間的 兩個房間的過渡 這一塊 進來呢 這邊是 第二個房間 第二個房間呢 之前應該是 呃 露台改成的房間 所以這個 面積是幾一片的 是送一半 這個房間呢 這個房間呢 就和第一個房間 差不多 但是 應該比第一個房間 四了一點點 就是個屏幕左右 有 這邊的擺的話呢 呃 都可以擺到個 Mate 5 的牆 這樣擺 這樣擺 應該可以擺到 Mate 5 的牆 就在這邊 之後呢 這邊呢 就可以放一個 梳棕台 嗯 那這個房間 有一個特點 就是兩個 樓面取缸 你看看 這邊有一個取缸 這邊還有一個 倉庫 嗯 那些倉庫 看出去 取缸 方面 還有視野 都是沒有什麼遮擋 的 完全沒有什麼遮擋 嗯 包括冷氣機 它都已經裝好了 冷氣機都已經裝好了 沒錯 這個房間呢 如果說你是想 嗯 有人住在這裡 你都可以擺床 如果你不想 做這麼多個房間 兩個房間 你過的話都夠了 可以做了 那些 書房啊 或者是 其他公寧室啊 你擺個 娛樂的地方都可以的 我們現在來看的是 主人房 主人房呢 那個面 就比 剛才兩個 房間都大很多了 包括這個採光景色都比 剛才那兩個房間 要正很多的 要靚仔很多 這邊可以看到整個 河景 還有隔離小區 這邊都比較遠 不過呢 樓下就是 有條路 好 這個位置呢 可以做一個衣櫃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還有衣櫃 這裡呢 可以擺個 Mate霸的床 完全都夠 都夠位置的 擺到Mate霸的床 還有做一個 床頭蓋 還有 塑裝台 都夠位置的 其實來講 都不是 都不是很多車的 這個位置 都不是很多車的 這個冷氣機都已經做好了 你看 它是 三個房間的冷氣機 包括客廳的冷氣機 都全部做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 客廳這裡了 這邊呢 這個位置可以放一個 沙發 還有一個桌子 還有一個電視器 都可以放得到 然後這個開箱呢 差不多是三尾二左右 三尾二左右 差不多 三尾二左右的開箱 其實一來 一來看的話 都是 光線都很足夠 也有冷氣 客廳也有 全部都做 做好了冷氣 然後我們出到這裡 就是 露台 這個房間是兩個露台 第一個房間有個小露台 這邊是 客廳 這裡的露台 這裡的位置可以放一個 死耳機 它做好了一個位置 讓你放死耳機的地方 其實這個景 跟主人房的景是一樣的 你看這個呢 我們這個單位 是潮住西蘭向的 你看看 西蘭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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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蘭向 西蘭向 這個是78個職腳 三房 買回來的時候 是無批膠樓的 沒有裝修的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 裝修 包括這些 電器 燈 全部都是自己 買回來之後 自己用裝修公司做的 那些東西 現在來說 這個遠區裡面 這套單位 是性格比較高的 這個月子買的話 是98萬 就全部 等於是 你買回來 你買回家具 就可以了 你買回雪櫃 買回洗衣機 基本上電視 這些東西就搞定了 星河等於是 惠陽 就是這一塊 區域裡面 比較知名的一個爐盤 因為 它接近 惠陽高鐵站 另一方面 它做的各個商業配套 比較成熟 所以這個爐盤 是比較大的 以星河單低來說 這個單位98萬 帶上稅的 稅的差不多是 1500左右 是嗎? 15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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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100個 差不多100個 那天買回這個單位 買回這個單位 1500塊 等於是 我們買了之後 就可以直接約住了 不用等了 不用等了 等著發展商交給你 也不用 這裏也不用 另一方面 我告訴你 就是現在的 新河單地 都有新爐 在賣 它那邊賣的 就是 要去到 1400左右 1400左右 是 帶上裝修 他們都是裝修的 嗯 所以說現在這個單位 是記起來 差不多是 1200 1300左右 應該不到1300 記起來 那些費用 七十 九十八 至七十八 哦 一萬二千五 一萬二千五 左右 嗯 性價比是比較高的 一個單位 因為這個小規來說 即買著住 即買著住 因為這個小規來說 七十八個方的三房 是比較少出來的 這個二主 現在拿出來買 是比較多的客戶 都會來看的 這個單位 我們剛才上來的時候 都會有個客戶在看著 所以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聯絡我們 來現場看看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 另外一個我們 稍後要在一個 109個平方的四房 都是大裝修的 嗯 我們現在去看看那個單位 嗯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森河登地 V區 三十一樓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四房的單位 109個房 這個單位是 兩粒四房的 我們看到那邊有兩房 兩房 沒錯 這邊呢 也有兩房 就是對門的隔離 我們這一塊 等於說過來這裡 就是全部是 我們這一房的範圍 你都可以用得到 這裡的空間 我們現在進入門 這裡就是 室墓的門 然後這邊呢 只要紋 紋 密碼 鎖匙 三下一的 門鎖了 記得了 這裡呢 業主是做了鞋櫃的 我看一下 在這裡看一下 嗯 下面可以做鞋櫃 上面也可以做 嗯 放些其他東西 放些站幕 都可以的 你就稍稍要清潔一下 因為比較長一點 我們進來這裡 看到這一塊 應該要清潔一下 應該是 這裡 過來這邊呢 就是第一個房間 它做的是一個 推爛門 這裡 一來呢 看到它放了房間 裡面放了一個 尾五的牆 這裡做了一個衣櫃 這個第五次的衣櫃 是比較大的 整面牆都是衣櫃 全部都是做衣櫃的 然後呢 包括這裡的冷氣機 那個海耳的冷氣機 它已經裝好了 其實這個房間的採光是比較足的 因為我看到這個窗是比較大一點的 這個 看著這個 這塊 其實這個房間沒有放過床頭櫃 還有搜索桌 其實你如果放的話 那個位置是可以放床頭櫃的 就是 我們出到這個房間來呢 這裡就是 廚房了 這個廚房 我一天來看到就是 真的 一個字 大 這裡應該是 除了說是 別墅區那些廚房來講 三四個人覺得煮菜都沒問題 對 這個應該是差不多 跟別墅的廚房差不多 差不多 那麼大 可能有些改裝的 對 這裡的櫃啊 多少 然後這裡包括 不過 質裁啊 切菜啊 切菜啊 煮菜啊 死菜的地方 完全都 夠的 包括這一塊 這塊 這塊 彩光 幾罐光銘 彩光是完全OK的 三面彩光 全部都沒有 這一塊應該要搞一下 衛生 比較要清潔一下 這裡出來這一塊 就是 那個餐廳 你可以放個餐桌在這裡 這個就放個餐桌 基本上 八個月都吃過 在這裡坐著吃飯都OK的 包括這邊 看著頸 全部看著那個 山頸 對 下面就是 阿公頂 我們平常是 如果去爬山 都在那裡想去的 這裡過來 這邊 這邊過來 就是 第二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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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跟第一個房間一樣 就放在那裡 後面的床 其實那個床 如果是床頭 就放在床頭 就放在床頭 應該放在床頭 這邊做床頭 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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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邊高度 這塊呢 他都裝了那個 裝了那個 冷氣機 裝了 然後呢 這個房間也一樣 沒有那些床頭盔 還有 收窗台 OK 我們請看看這個 廁所 這邊廁所的話呢 這個房間的 位置都幾闊 然後都幾光 差不多六七個平方 六個平方 五個六個平方 他沒有做那個 光膝分離 他以後可以有關子 幫你以後好位置 可以做光膝分離 這個其實位置來說 兩位 都可以放在床頭 然後呢 彩光都比較粗 因為這個窗比較大 光板的彩光 然後包括這個座廁 這個洗手桌 都是要搞口氣心的 全部清潔一下 清潔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三個房間 第三個房間就是這一塊 嗯 這裡就沒有做衣櫃了 他就放了一個 Mate 5的牆 幫忙做冷氣機 他沒有放過衣櫃 這個房間呢 等於是陽台改的 法戰章那次是 陽台布建的 你可以 這個房間就是 寄了一半的面積 送了一半 這個是 雙面採光的 採光的 這裡有窗 這邊都有 其實兩個這個項呢 就跟 我們的 旁邊那個 第二個房間 是一樣的項 看著是 外面是 生項 然後我們看一下 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 進來呢 看一塊 你看到 這個 裡面都放得比較 光臟 就是一個 Mate 8的牆 冷氣機 還有做衣櫃 都沒有放過 床圖櫃 和蘇中台都沒有放 這個位置 足夠你放過 床圖櫃 和蘇中台 這邊可以放 那邊都可以放 這裡都可以放過蘇中台 這個位置 這個房間 這個主人房 就差不多有 圍到 十六個 六個方座的面積 差不多 好 我們看一下 主人房這裡 有個廁所 這裡 道律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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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他都沒有做過 乾濕分離 其實這個位置 都可以做的 這個位置都可以做 乾濕分離 包括這邊的座座 和洗衣桌 都做好了 其實這個 主人房的廁所 光線上面 和第一個廁所 差一點點 因為窗比較小 不過都不要緊 都是有財光的 我們來看一下客廳那邊 這邊 這邊就是整個客廳和餐廳 那個客廳那邊 那邊的 那邊的 開間 是一樣的 這裡是有 四塊 磚 差不多是 三尾 六左右的開間 然後呢 這邊做了 電視場 這個位置 也做了 你可以 買回電視 做了 這個位置 也做了 我們看到現在 業主是放了 梳化 和一個桌 在這裡 在這裡的位置 看到 左側 是看著 圓區 小區的樓座 其實來說 這個採光是很足的 因為我們樓座比較高 我們看一下 露台 露台的話 這邊的面積差不多是 六個方左右 六個方 差不多 六個方左右的露台 這邊呢 有 可以放在 死衣機 那個位置 做了那些 水管 和 插座 水喉 全部都做了 地露都做了 斷製 做了 因為 這個方向 看出去 全部是 看到圓區 和 旁邊的樓座 看看小區 其實是因為我們樓座比較高 是看不到圓寧的頸 基本上都看著旁邊 樓座 其實樓座 樓座 都比較闊 這個景色呢 都是 一般的 看不到 外面什麼頸 因為 都比樓座 還有彩光 彩光 彩光比較漂亮 我們看一下 這個朝向 應該是 朝南的 這個方向 沒錯 這邊是朝南的 朝南的 那邊就是朝北的 那個方向 等於說這個單位就是 南北通透 沒錯 南北通透的 總計一下這個單位就是 109個方 4房 2個廁所 基本上每個房間都製造牆 製造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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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冷氣機 你可能需要 需要在天的就是 床頭櫃 和梳妝台 那些東西 另一方面呢 因為這個單位是南北通透的 採光是比較足的 我們看到 所有房間的採光都比較OK的 所以這些場面 你需要重新製造一下 包括那邊的場面都要製造一下 你買過來需要重新製造一下 拆完的牆 基本上全部製造 應該差不多是八千多 這場面 然後這個單位是109個方的 4房 它是 熱主買的話是 135萬 嗯 稅金是2萬6左右 稅金是2萬6左右 就差不多 你記起來 135 加上 26 不到 不到 14 138 如果加上26 137萬6 和138萬之內 138萬之內 138萬之內都可以搞定 嗯 基本上你買些簡單的電器 因為家具基本上 機材家具都有 你買回窗台 買回電視器 買回電視器 就可以來住了 我們今天呢 就來到 星河大登 這裡 看了兩個單位 一個是 78方的3房 一個是 109方的4房 這兩個單位呢 是 這個小區來講 嗯 性價比比較高的 兩個單位 如果你們想 實地過來看呢 都可以聯絡我們的 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小區 新來單地呢 都是有新樓在賣的 一手樓的話 現在買到 134萬左右 就是說如果你想看新的都可以 聯絡我們過來看 新來單地呢 這邊的配套設施 是比較齊的 包括那些 商業啊 學校啊 還有那些醫療設施 都比較齊全 另外一個呢 這個樓盆是比較 比較大 所以裡面的一些 小圓區做的 是比較 比較圓 比較OK的 包括我們看到這個單位呢 現在這個單位 都是比較光明的 採光都比較好的 呃 今天呢 我們介紹了兩個單位了 呃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的單位呢 可以隨時 加我們的WeChat 或者是 呃 連絡我們 等我們的電話 我們是有 車子車上過來 合乎過來看樓的 包括去到光後那邊 轉你們過來 完全 OK 我們這次呢 就介紹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啦 拜拜